上周,澳大利亚著名隐姓尼克·基德曼和丈夫乘坐私人飞机,从美国回到了澳大利亚,但他们并没有住进酒店进行隔离,而是被允许前往度假屋自行隔离。 最近,女神尼克·基德曼遭到了澳洲群众的吐槽和不满。 澳大利亚自3月20日关闭边境以来,就要求所有入境的国际旅客在抵达酒店后,必须隔离14天,并接受密切监督。 可谁能想到居然还会有人搞特权。 上周,著名隐姓尼克·基德曼和丈夫乘坐私人飞机,从美国回到了澳大利亚,并没有遵守强制隔离14天的规定,而是直接入住自己在澳洲的豪宅。 虽然据说他是得到了政府的特殊货免,但澳洲人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还是很有意见。 名人们类似这种不用隔离同行丢线检测,丢线高规格治疗待遇,已经成为西方客户莫许的不成文条例。 当尼克·基德曼把自我隔离的照片放到社交媒体上时,看见他们不用遵守,其他人在酒店隔离两周的规定,许多澳大利亚人弄了。 也有一部分网友纷纷发挂起尼克的豪宅,这么大的房子,难怪不用挤在酒店里隔离。 有钱人的快乐,就是这么朴实乌华又简单。 美娃美娇,看看播报。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